同样是教育议题 华林市立幼儿园8月24号开学 为了落实防疫政策 每位幼童都要量测体温检查口腔 家长也不能进入教室范围 而为了迎接新生的入学 幼儿园是特别精心筹办了魔术表演和趣味游戏 安抚小朋友们第一天上课不安的心情 而市长魏佳协也在门口发送口罩和护目镜 叮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落实防疫工作 停课两个多月终于到了开学日 家长们很开心 不过小朋友的心情似乎有点不美丽 有的人抱着妈妈不放手 有的人大声哭闹不上学 但在专业幼儿园老师的安抚和引导之下 小朋友们还是依序进入校园 要展开新学期的课程 而为了落实校园防疫工作 市立幼儿园也加强管制措施 请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配合 那其实在这段期间 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些防疫指引 那我们也做好了相关的万全的准备 那今天也看到很多爸爸妈妈特别的开心 那孩子们也非常非常开心来到学校 跟久违没有见面的同学跟老师 也都非常热热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在开学过程里面 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跟学校 都能够针对疫情指挥中心所做的一些防疫指引 来做相关的防护 所以我们在今天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习惯戴口罩 那所以也做非常精美的一个幼儿口罩 那也希望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够喜欢来到学校 尤其是小班的孩子 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护目镜 也希望说每一个孩子们在上一些比较特殊的课程的时候 不会因为活动的过程里面被疾病所传染到 那我们相信我们幼儿园的老师都已经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 跟防护准备 也针对所有的家长来做相关的报告 那我们希望未来每一天孩子们都能够开心的上学 开心的玩耍 新学期第一天 市立幼儿园也筹办了魔术表演和趣味游戏迎行活动 大班的哥哥姐姐跳舞律动欢迎弟弟妹妹来上学 专业的魔术师也带来精彩表演 吸引小小朋友目光 更舒缓了他们第一天上学的紧张情绪 还有各项趣味游戏 在专业幼教老师引导和哥哥姐姐陪同之下 小班的新生正式展开人生第一个学习阶段 市长温家贤也赠送了印有花莲施工所logo的口罩和儿童护目镜 给每一位小朋友 提醒家长和孩子们都要落实防疫工作 让孩子们每天都可以开心上学 开心成长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